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开始一点一点往一点一点擦过来 手指上做旧 让它更加自然一些 电热给去除了 它不破坏它这个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风太大 杨凡 你把钓拿过来 不动吗 OK 开正点 这边 要不你知道哪边是哪边 你看那个老虎纸 这些积满灰尘和破损痕迹的屏风 已经在故宫的地库里封存将近三百年了 罕见的三米半身长 珍贵的紫檀木边框 彰显财富的罗电向前 相同寿字 透露出它的尊贵 对 机大的又用大的 机角又用具 五个月后 他们将以全新的面目 出现在故宫的另一个县 贺宫殿里 现在 他们还需要静静地躺在这里 咱那抄袭纤维呢 你要顶的话像这么薄的薄片 它就没法顶了 就都已经往下按了 但有的是按不下去的 因为这个卡超变形的 他们视自己为普通的故宫工作人员 但其实 他们是最顶级的文物修复专家 是给这个国家最顶级的文物 致病的医生 他们的着装言谈 与我们无异 同时生活在机器工业时代 但他们的手艺 却有几千年的神明了 他们师父的师父 是中国古代 市农工商中的工 这样的屏风一共三十二闪 是康熙皇帝六十大寿时 当时在世的十六个儿子和三十二个孙子 送的祝寿礼物 屏风的正面用明黄色筹做地 彩绣各种不同形式的寿字 总数过万 俗称万寿瓶 屏风的背面 非常罕见地用矿物质的石青颜料书写诗句 尾扇由两人各提五颜律师一首 是康熙帝应子辈的儿子 红子辈的孙子 为他做的祝寿史 这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皇帝的雍正和乾隆 三十二上屏风 给晕到圣上宫 真的有晕到跋伤过了 没问题 然后它木头收缩了 收缩以后它形成裂缝 你要是整个让缝隙变延的话 这个东西就变小了 所以不能改变它的尺寸 只能是在这个缝隙里面嵌槽 把这个形给它随上 这样的话就是保留了之前文物不再动它 只是在给它附加了一部分 这部分实际上是可逆的 它可以去掉 好了 这个是容易断那个吗 这个有头 后面的抵抗啊 特严重 对 黑霉特严重 如果没有修复师们精湛的记忆 这些曾经滑贵无比的屏风 还会以这个模样 继续在故宫某个角落里残破下去 这次的修复集合了故宫文宝科技部 青铜 木齐 漆齐 镶嵌 书画和织绣等多个工艺组 离故宫博物院庆祝建院90周年 只剩5个月的时间了 他们通理合作 平均要保证一周修复一扇屏风 才能赶上展览进度 而这还只是修复工作中的很小一部分 是冰山一角 没完全落到底 这个 是吧 跟他们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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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们修复 对 落一个闸 落闸的时候 这边是再插一个闸 有可能这一毛病 你去调一天半天的 王金正在修的这座钟 名字叫 《童杜金乡村音乐水法》中 他原来的主人是 他原来的主人是乾隆皇帝 清朝皇帝酷爱钟表收藏 莫过于顺志 抗熙乾隆 三位皇帝 施爱钟表的程度 一代胜过一代 西方工业革命以后 传教士到中国来 他们会研究皇帝喜欢什么 就把当时最新最好的钟表送到宫里 形成了一类独特的收藏 光帝还得放正好赶在这棵树中间 你正面看不着那均份里面 差一点就不成了 大英国往我们去的时候看 基本没有看到 基本就是看它们的小型的比较多 大型的基本没有 这个表主要是 原来一直在库房里搁这么一百多年吧 也没有修复过 这顿主要是为了这个建院九周年 不办这个收藏生活展吗 我们就挑了这么一顿 比较大型的 另外一个这破装也比较严重 宫廷钟表作为特殊礼物 有着极为精巧复杂的 机械传动系统和华丽的外表 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机械制造和工艺水平 但修复它们 就不像观赏式的心情那样 轻松愉悦了 由于钟表都是实用器 需要持续不断地加以维护 直到1924年 冯玉祥的部下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宫时 钟表匠人 依然留在紫禅城内 钟表的修复记忆是唯一在故宫里一直绵延下来 没有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倒那个打顶呢 打刻打顶 应该是打完四刻再打顶 现在是打完三刻就打顶了 就是把他倒一下 在老师傅们退休以后 王金和他的徒弟齐浩南 如今是故宫仅有的两位宫廷钟表修复师 故宫钟表还有上千件 一个人的一生是修不完的 需要一代代师徒传递来完成 这里是铜器室 这些黑乎乎的东西 其实是故宫珍宝馆的银器 珍宝馆的展品历来重器多 这些是即将更换的陈列展品 银器很容易氧化变黑 铜器室的任务是要将它们除锈简行 除锈而又不伤及胎体 必须要有经验丰富的金属修复师完成 这套杯12件 它这个都是文人典故 这每个里都是一个历史故事 都是图案 一般大家都虽然有名的竹林七弦 这个也就是给它除锈 它们是顶级的青铜器修复师 上世纪七十年代轰动世界的马踏飞燕 就是他们的师父修复的 王有亮 韵小刚 女团结 八十年代进入故宫工作 跟随师父修复了大量青铜器 古宫院藏的青铜器 早些年修的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 包括了大量金银器和所有粘金属的文物 各地博物馆还会送来破损青铜器 因此青铜器修复记忆还在延续 能把复制品做好了 你在修复当中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是能够做好一个复制品 基本上能够能入这行的 这是本身它锈的锈的颜色 然后呢这当中呢它又有地子 你做复制品的话 你必须得跟那个原物啊 它这个方位都得一样 这边什么事这边什么事 也挺麻烦的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至于公元前五世纪 这段时期相当于文献记载的 夏 商 西周至春秋时期 青铜器的出现 使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 历史上叫做青铜时代 中国并非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国家 但是中国青铜器所达到的巅峰 却无一匹敌 方位都一样了 然后呢它这有什么绣 你就往这上面做什么绣 然后呢它有层次感 面对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 我们已经不能分辨 究竟哪些是出土的历史文物 哪些是可以乱真的手工修复了 这是一门至今依然显为人知的传统记忆 这边上面它有绿 我就在那上面再装点绿 跟那个画画也差不了多少 可是呢有没有人家画画的那种创作 就是你必须得找着这个样子来做 与我们想象中的气氛速目 战战兢兢面对文物不同 修复国之瑰宝的现场 其实大多数就是这样轻描淡写的 显得很日常化 严师出高途 王有亮也已成为顶级青铜器修复大师 过手的文物他自己也数不清了 灯光底下不做啥 最好光线能足 就像今儿的天 你看这上面是绿吧 其实这里边包含着红 包含着蓝 现在我们调色一下调出来 你那会儿真调不出来 眼看着那个色就是不对 师傅到时候他不收你活 有时候你色真调不出来 那一里白都跳出啥了 难受 故宫有严格的文物保护制度 每天早晨他们都要打开七道大门 市面上流传一种说法 故宫面临闹鬼 所以早来的人应该大喊一声 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它这里头有什么小动物 有些它蹭牙蹿出来 晚上没人 它有一些什么黄手狼 或者野猫 这些小动物 这几只猫 也许就是宫廷御猫的猴代 陶瓷组马武圣面对的 是一只唐三彩马 你看你不塞颜色了 它这个树枝都没法捕啊 唐三彩是古代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 一种盛行于唐代的彩又淘气 三彩是多彩的意思 并不专制三种颜色 在同一器物上 黄 绿 白 蓝 褶 黑等基本用色 同时交错使用 形成绚丽多彩的艺术效果 二迪文物 这过去有可能是那个 某个收藏家收藏的 最早也是出土的了 捐赠给故宫的好像是 因为这个体积比较大 再因为它这个形态比较好 定的级别高点 但是它就是碎的比较厉害 耳朵什么马尾巴都没有了 腿 要整个上色的话 因为切太多了 有点涉嫌创造性修复 所以像这种形态一般就是 简弱一下对比 因为那反差太大了 这黑的和白的 主要给人弄成这种颜色 就行 像这个态 露胎的地方这种颜色 唐三彩麻一般作为随葬品 在唐代非常盛行 可以多方位的折射出唐文化的绚丽光彩 从现存三彩麻可以看出 唐代三彩匠师们 不仅对马的外貌特点十分熟悉 而且对马的神态 秉轻也有深入的了解 因此塑造起来得心应手 它们不仅使三彩麻在外形上 做到了十分逼真 而且充分发挥了艺术想象力 恰当地运用了艺术夸张的手法 使马的内在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跟商业修复它最大区别就是 商业修复它得给做完全一样 别人看不出来 咱们这种的就是 多少还得这样看出来 在接下来这段日子里 王武胜要恢复这只 三彩麻的完整造型和色彩 很多缺失的部分要发挥想象力 这不亚于做出一件艺术品 王武胜1983年进入故宫工作 五年前 他还和王有亮同属于青铜组 如今 他带着两个年轻人 季东哥和斗鱼村担负起陶瓷组的工作 这什么年轻人 我还有一个吧 这什么东西 那谁是你弄的 怎么可能是我 那不是你呢 谁呢 什么事不知道是谁呢 都扣了 谁说呢 那种东西我们都不用了 把这号称飞锅一下 因为我们等于用的都是有机材料 其实是模仿它无机的那种质感 那种磁气的光泽 这是碎得久半的 把它裂得黑地的那样下去 古宫藏有陶瓷器 三十五万件套 他们三个人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这是天风条 这是过年过节的一个传统 传统 他们工作的这块区域叫西三所 曾经是冷宫 王武盛走过的地方 也许就是当年冷宫的飞品们走过的 文物修复场所 用电非常严格 不准自己烧水 每天早晨 他们都要集中去开水房 提上一天的开水 咱们坐点水 直接用的文物不行了 得做点那个没有里边 没有离子的那个叫纯水 至少里边它不会有绿离子 因为咱们这个绿离子对这个文物金属 会有一定腐蚀做的 我们俩上那哪去的 上那个手康工 同气室王有亮十几岁 就出来工作当学徒 徒弟高飞则是上班大学在从事文物修复 故宫仍然有传统的师徒制 现代社会 如何处理这种新型的师徒关系 王有亮高飞给出了很好的示范 他们走过的地方 就是著名的慈宁宫 明清两代 每逢皇帝去世 先帝的后飞们就升级为太后太妃 光荣退休 在慈宁宫寿康宫 这片西北区域 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 这里以前被牺牲为将近三百年 没有男人进来过 王有亮仕途今天的任务 就是为了恢复寿康工原状陈列 对金属文物做除尘保护 虽然清宫细礼 老佛爷动不动就起家慈宁宫 但真正住过慈宁宫的太后屈指可数 寿康工建在慈宁宫西侧 规模比慈宁宫小 显得更依据 是乾隆为圣母重庆皇太后修建的秦宫 秦时记载 寿康工一共住过三位太后 其中乾隆生母在这里生活的最久 共42年 为了给故宫博物院建院90年献礼 首康工将完成史上最强复原 时隔244年 200多件曾经深藏故宫库房的镇宝 将重回首康工 它们正在擦的 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海南黄花梨柜子 掠斗木质家具的人 会知道它有多么贵重 值得一提的是 柜子里面设有暗阁 当年故宫初见博物院时 从中清理出珍宝一百多件 原来这里是太后 珍藏自己最心爱的珍宝的地方 有时候你现在一起做出来 都不一定有这好 体量最大 体型最高的量做大会 这大会还特地给他建立个二层的小鲜龙 他应该是从别的地方移过来的 这大会 它们以后支票很多呢 换彩生辉 是啊 它还没烫辣呢 再烫辣一个 还是尽量清吧 我上班的时候 我们师傅已经66岁了 所以说一些重劳动都得是我们做 都是师傅在后边指点 这应该怎么弄 那应该怎么弄 就师傅在后边说着 然后我们还好多 尤其登高的东西 更不能让老师傅上 一般情况下 我就不上了 也不是说岁是大 反正有年轻的 尽量有年轻的来上 你看刚才这高飞来了 他自己都穿这个 好看多了 这气派就出来了 特明显 乾隆的生物 当年也许就像这样 坐在这里欣赏过自己的龟子 这个还是老祖祖能人多 也当然那会儿你不该好好弄 皇上就能砍头 现在院长不会砍咱们头 然后把梯子撤走 照照照照照照 紧张的工作结束了 王有亮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 好 欢迎 武功院内所有的地方都不能抽 只能上院外抽 以前老师傅都比较规矩 你妈干活的时候 他一般都是在室外这儿 弄一个就是什么火盆 然后弄点水 就抽完了再干活 当时学的是自动化 我来毕业以后找工作 正好是奇缘巧合吧 正好是中标室需要一个需要人 年轻人一般不愿意来这会儿 当时来公公看了 他们在这屋里转的 我也觉得敏感性 这将来也有异疾之长 觉得还可以 就在这留下了 来工作室以后 我发现两个师傅都比较和蔼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苛刻 就对我这个也特别关照啊什么的 就跟那个亲人一样嘛 这关系还都不错 前几天刚修好的底座 又出问题了 现在又不行了 原来是 这都是挺好的呢 因为前两天我摸的这个湿度 才8% 现在今天是45% 潮起一大和底板肯定有点变形了 钟表的修复就是这样反反复复 好像永远没有尽头 宫廷钟表都是特制的 一般只生产一个或一对 大都是孤品 没有配件可换 一个吃饭动 一个吃饭动不了 恢复走势功能 还不是修复工作的终点 恢复它的演绎功能 才是最难的 真难 所以应该是每个房子都得动 现在干时间长了 慢慢也就磨住了 那你要是坐不住 那你就改行呗 是不是 时间长了 慢慢 主要你还得喜欢它 要干了 过去来说是 你要说干个干 越干越有兴趣 你也能做得住 也不觉得枯燥 你要干了干 越干越没兴趣 越没兴趣 这魂越转不来 你越着急它也不转 所以师傅也说过 你还真是说干不下去 干脆你就先到外边溜达溜达 转转 回来再干 这样的话 可能比你继续那么 没有耐心的干下去 可能是更好 弄不好 你在这种心情反倒的情况下 你可能还要出楼子呢 你一个毛病没找出来 就天气毛病了 1977年 16岁的王金进入故宫工作 现在 他教企浩南也近十年了 为故宫博物院钟表修复 培养了第四代传人 他们是木齐修复组的工作人员 木齐组有几个从中央美院雕塑系毕业的年轻人 他们对恢复这只三彩马的造型和色彩很感兴趣 可以帮忙出主意 有那个尾巴拖着打仗的时候不方便 有毛跑快了 那尾巴都这么全了 我见过那种就拖着一只挨着地 有挨着地有不挨着地的 不同工艺组的互动也有利于文物修复 它做陶的话 它做长的容许 身子肥 身子肥 小脑袋 小脑袋 然后那个身子还短 有点像蒙古嘛 汉代大 汉代大 到了魏晋时期都是那种 乌弯长脖子 然后小脑袋 陶瓷修复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 既要了解各个朝代陶瓷器的主要特征 又要熟知各类修复材料 掌握一些相关的物理化学知识 还要注意审美的培养 这是一项对人的能力要求非常高的工作 我看马呢好吗 不要再拍了 走了 三才马的胸口多了一条隔带 但王武申不确定这个造型是否正确 马的尾巴也一直缺着 他决定去另一个地方寻找答案 没有尾巴嘛 这个参考的尾巴看看什么形式的 包括前的这个继带 刚好他这个花你看 跟那花跟咱们的都差不多 像这种这种马 你得根据人家的原来那个缺损的 那个缺损的那个断茬的形式 看看跟哪个更接近 这马的这个鞍子上这个袋子 基本差不多 你说跟这个有点类似 但是也不完全一样 所以像这种那个争议太多的 一般就不做了 就像那维拉斯那胳膊似的 你不知道他这个手是怎么个形式 这也一样 他似乎得到了答案 走在地有点历史的感觉了 什么 看看哇哇的 王武申很快就要退休了 故宫还有不少地方 他也没去过 看到这样的场景 他的心情和我们是一样的 去北岩区 去北岩区 然后我们院里边有一些大型的文物 我要到那边去修复 故宫博物院正计划在北京海淀区 建设一个故宫北院区 为大型文物提供现代化的保护空间 解决现有场地局限的问题 我们的工作室你看看 那小东西还能放 那大东西根本就放不下 人们的手都不一样 干在活上面粘的东西不一样 昨天特意洗了 你还洗了 王老师就粘的是绣 我们粘的是漆 表块粘的是浆糊 雾气的粘着镣 每一次从故宫出来 就像从几百年前 穿越回了现代社会 北院建在五环与六环之间 距离北京的市中心 也就是故宫有三十多公里 人们洗成 北京再修二十环就到海南了 这其实是很多国家建大城市的时候 都会遇到的难题 他们遭遇了堵车 你也不让我出汗间 一家我开一直三零三我记着 小冰 这给你一间 那边给你一间 这边给我的 那个三零三也是我的 更多了 烧火的时候 这些是以前宫廷里 皇帝和飞瓶们冬天烤火取暖的用具 跟民间相比 他们的体积确实要大很多 设计的也很讲究 以前大案管理的时候 这些只算作资料 现在贵为盟屋了 这个应该底下碳盆应该是挺大的 就是说它如果要用作取暖的话 这个底下这个碳盆肯定要比这个大得多 因为你烤火也不可能就是挨着火特别近 王有亮的任务 就是要把这些挤压变形的同期整形 恢复原状 这个过程会用到他们高超的整形技术 这个香炉整形后是正模样 你保证它颜色不能变的情况下 又能给它烤软和一点 然后到时候整形的时候就方便 拿热风箱给它加温 看起来平淡无奇 其实这个过程温度控制很难把握 既要烤出金属的柔韧性 又不能温度太高 否则会破坏文物原有的颜色 这个有时候火大了 竹子都能给烧糊了 喝 烫火熟了 一百三件 木齐组的同事也过来帮忙了 因为这个东西它多少年头也长了 它不像说你新的铜板 你随便打随便走 你因为你以前你经历过 你就认为它不是说特别难 可是你要真的说以前没接触过 你就不敢轻易下手 还有非常多的碳盆香炉 等着网友亮去整形恢复 王晶和齐昊然要出差了 有一个地方邀请他们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来到厦门 开会的现场 似乎有着联合国会场的气派 这是一次钟表圈的博览会 这次我们不是想看看一些材料和工具 因为因为这次咱俩还有一些防骨中的工厂参展 他们现在做出来的钟 加工技术还是不错 没事 没事 王晶发现了一个让他哭笑不得的展品 你给我们先看一下吧 现在说故宫珍藏星星的模型 目前我还正在故宫里还没见到这样的 我们故宫有那种剑形的小的模型 但是不是这个样子 王晶 齐昊南 他们巧遇了华人钟表圈中著名的钟表收藏家 黄家竹 黄家竹钟表收藏经历20年 每年参加世界各地大小拍卖超过50次 已经有超过1000场的拍卖经历了 这是靠白 故宫有没有这种拍片 不少 但是修动量不大 这些大的好像故宫没有 只要我有两三千故宫没有的话 我就开心了 现在维多利亚女王女儿的东西在这里面 那你帮我带一个好了 比较快 同事钟表圈 但这似乎是与王晶不太相同的一个世界 你看 重点在这里 重点就在这里 它上面有形 给我爱的女儿 维多利亚 她的女儿 维多利亚 来自爱她的父母 故宫没有这种 就还是那样 坚决了 过宫的钟表是因为收藏的世界各地的吧 当家皇家收藏都是世界一些竞品运到这里 包括我们这些大型的英国钟表 大英国馆都没有 海湾的那个皇家主老先生啊 他走世界各地拍卖一年 他收藏了一些还也是不错 比较早期的一小部分 可能就是想跟过宫的彼此彼此 还是那种表类比较多 怀表类 但是钟还是 过宫的钟表可以说在世界是藏品啊 或这个建筑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 王武圣开始给三才马上色了 实际他们修那瓷器 你要没有好光线 你那个一些微妙的电话 你看不出来 去延禧宫看展案 看明代玉瑶瓷器展 故宫不会愿意景德镇瓷器对比 季东哥要借着看展的机会 去拜访研究生时的道士 季东哥毕业于中央美院 来故宫工作前 去很多地方学习过 这其中就有景德镇 另外呢 季东哥的老师在古陶瓷研究和考古工作上很有建树 这次展出由他讲解 这次的明代玉瑶瓷器展 景德镇欲要移植的修复产品 于故宫收藏的铜石器皇家瓷器 硬齐展出 一目了然 就可以看出当年皇家瓷器挑选的标准 景德镇欲疗厂生产的官窑瓷器都要经过挑选 一些有小瑕疏或不合格的瓷器都要被打碎并集中掩埋 防止流入民间 正品就被送入紫金城 同一窑炉烧造的瓷器 自此有了不同的命运 在这次展览中 他们实现了跨越五百年的历史聚会 可以想象它的富贵堂皇了 是吧 我们老师特别厉害 它的学术界也很有地位 而且它就属于那个博文强识 通过货金 这个是景德镇挖出来的 这几个因为我 五百多年前 他们是景德镇欲要烧造的瓷器蚕丝品 才出窑路就被打碎生埋 但今天他们是古器武专家眼中的珍宝 你看这种碗真的 这碗要不打 所以可能就买一个楼了 这个有什么毛 这个串的红毛 红的不好 它是红的有点发黑 心红啊 我们现在要去器物部的陶瓷组 还是接着找王光阳老师 再继续取药一点问题 而且他就是因为水平太高 好多人都找他 他也不希望自己学生太差 所以 那么其实呢 也许我们并没有那么懂如何欣赏瓷器 但他在我们生活中大量使用 天天接触 而且几年前有过一首流行歌曲 《青花词》 用年轻人容易接受的方式 拉近了他和我们的距离 也靠进口 应该是说到宣德时期 中国人基本上把未来的一种青花技术 实现了一个自我技术的转化 演变的过程 从此青花不再贵重 陶瓷有意思吧 就是它有好多深层的意思 不像其他东西你表面上一眼能看到 很华丽很漂亮 但陶瓷它因为凝结了太多 它不像其他器物 就是可能阶级感就分特别强 高级的就是高级 然后就老百姓用不到 然后低级的就是可能跟皇家够不上 陶瓷就是从老百姓到皇家 就所有人都在 基本上都在用 然后也都有欣赏的 其实跟我们大家是没有什么距离感的 像现在我们都在用 激动歌写论文时的难题要请教老师 这是一个瓷缸的残片 这么宽的壁厚 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大的瓷缸 周一故宫闭馆 骑行在空无一人的太和门广场上 对谁都是难得的人生体验 最早享受过的人 是百年前的末代皇帝溥仪 珍宝馆的银器已经亮白了许多 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院庆即将来临 网友亮和同事们要同时开工很多项工作 因为上边不有锈吗 你有锈的话你要焊就焊不上去 这个就是你基本上全卦不上 就是那金属性能没有吧 对 提炼的金属性能就不能跟采矿的矿似的 一般变成矿石的状态了 我也不好 强度还不如还比粘的 尚苏洪乃同期是不久 还有很多需要跟师父和师兄学习的 好 钱 没事 咱们试一下这个 这手勾勾着生的 这 行 那咱就听王老师指挥 他得靠一点 往下走吧 行吗 走 行吗 走 行吗 行吗 身前勾 这边 你看这 顶盖合上后 怎么保证这些小动物都活动起来 还是困扰着王金 这个门里面这么一点 这不敢能摔着点 把这块 你摔下去 这样就这样 应该能摔着 不管多事 那金没动 冻着 这个那杆冻着 但是就是 冻着 冻着 真不错 真不缺东西 嗯 一对同渡金乡村音乐水法中 目前看来 起码有一个 可以按七碗工了 这些设计得真好 这设计得真好 这么多东西啊 落上基本就能到位 真不容易 中间就靠它一个大盆之中 修复文物是穿越古今 与百年之前的人 进行对话的一种特殊职业 和特殊生命体验 就这样 外国人的帮女人 也读过讲究 英国的道德 相当科目 明显的不正的 真凯 这个人表 上了鞋一会 他能跳到那根干什么 然后再回来 全修不好了 上满了鞋 在它那个演示功能 全恢复的情况下 你看那种感觉就是跟那个 不动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你感觉它就是一种活的 你看这这么静怀摆在那 外边你看这 看得有点心疼了 分散心心修的 你感觉真 你感觉它修完了都非常漂亮 你看现在这 钟表管理这些藏品 很多是往今年轻时修过的钟表 现在 它步入职业生涯的晚期了 就这里边是发条 就打发条 当时断过 断了以后 后来就是重新给接上的 81年了 就跟着我们老师父一块 20岁了 给师父还打下手呢 这五年它要 钟表管不改成的话 可能 我也赶不上了 我再修我就退休了 有时候不觉得 但是你这么一回想起来 是挺快的 这人的一生真是 工作的这几十年 一会儿就过去 干不着多少精品 还不得也挺遗憾的 我觉得 是不是 这也是跟自己的人生 对话的过程 更何况 修复的是提醒时间的钟表 我们的职业生涯 能留下点什么给后来人 到一村给自己添置了一个新武器 骨骼眼镜 像我们在干活的时候 这肯定两只手都要用的 所以你要拍照片的话 需要有一个人来帮你拍 以前 但是 往往没有这个条件 就是一个人做的时候 就没有条件去拍照片 这样就不方便 但有了这个以后 你就一眨眼就能拍照片了 所以说你在操作的时候 可以拍照片录视频 非常方便 特别适合文武修复 这个工作用 王武胜就快要退休了 你都六十了 你还能活多少年呢 是吧 好些自己的事 自己想干的事还没干呢 我的计划是第一件事换辆车 也许是一辆越野车 或者一辆房车 现在玩那个 年轻人都玩那个 叫什么滑翔散 什么叫 我人特爱 想着飞飞 好想自己也试试去 后来 感觉那东西 其实 没有意思 但是也许不太适合这年龄 我们试试 也许说病哪天 新写的来潮了 也许在试试去 这个什么事 下这万一 一二的就完了 这是哪 可他们把你那儿往 经过了八个月的修复 我们现在可以像乾隆皇帝那样 欣赏这件钟表的走时表演了 陶瓷组换了一个地方 修复一匹更大的马 一对兵马俑 正在故宫库房修复 青铜组修好的银器脚拆了 这回他们迎来了一个更加重量级的工作 乾隆生母的金发塔 走开车 母亲去世后 乾隆为了寄托艾丝 建造了这座金发塔 储藏母亲的头发 这也是受康公原状陈列的一部分 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怨庆来临 当我们于各个展厅里 这些保有完整品项的文物擦肩而过时 是否知道他们曾历变断裂残损和惊心动魄的修复 文物是过去式 但修复文物是正在进行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